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球的位置啊已经很深了 空中一角射门 好球 这脚凌空不维持得非常准确 完成得非常漂亮 再来回顾一下进球的过程 这脚落点极佳的传终球 非常的有危险 然后他来的真是恰到好处 不用调整 直接凌空打门真是太精彩了 将举被打破 目前比分1比0 这是一次大范围转移 这边不行换一边打 露个平 他们踢得很耐心 一直在等着对手露出破绽 预判到了 抢回了皮球 球被挡下了 这脚球啊穿越了对手的防线 漂亮的封堵 他选择带球 向前推 球直接到了门将的手里 看起来拿得很轻松 实际上跟他的站位有很大关系 已经来到前场了 能穿 尝试了一脚 超远程的重炮啊 稍稍偏了一点 对手确实给了他很大的室门空间 尝试一下未尝不可 马琳娜赫格林格 斯文亚胡特 好球 球留在了界内 没有出界 球拿不住了 对方的拼抢非常凶 直接是门 这球门将是立下打工啊 脚球给到了前点 这球啊 一球的领先 只没有让他们满足 现在又打进一球 拖到了比分 进球的回放来了 看看这个教科书一样的跑位 这样的绝佳机会 怎么可能会错过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 2比0 来到了前场 这球可以穿中了 这个节位没有处理好 球还在危险地带 这次机会就这样被破解了 斯文亚胡特 交给了胡特 传中 为对方后卫拦截 尝试一脚传中 只不过 只不过门将啊 轻轻松松啊 拿到了球 现在球权又发生了变化 来到对方腹地了 有没有机会 对手夺回球权 破坏了这次进攻 刚刚才说 这次进攻 很有希望 说早了 直接攻门了 文将把球 稳稳拿下 轻易甩开了防守队员 传过去了 有可能再次形成机会 防守队员很及时的一次破坏 将皮球解围了出来 自己带球向前推进 直接交到门将手中 毫无威胁 球是直接传到了无人区啊 接外球 洛伊布尔茨 这次上枪来得很凶 脚下球被断了 主裁一声哨响 上半场比赛也随之结束 比赛现在继续 德国姑娘们 手握领先优势 开始了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给过去了 交到了队友脚下 他们这个球啊 还在耐心地寻找机会 并没有急于往前打 最后还是门将出来 把球从对方的脚下 抢了回来 不愧是最后一到防线 需要他的时候 他总是能及时出现 球到了前场 开始组织进攻 在自己的禁区里 真是一高人胆大啊 现在就是反击的大好机会啊 还在继续盘带 对手的紧逼让他把球带出界了 李颖 这个产球完成得不错啊 斯文雅胡特 好的 在这个地方完成了一次 关键的抢断 这个横传在进区里 被对方方式队员拦下了 但是进攻拳 逼得很紧啊 警报还没有解除 又穿过去了 能形成威胁吗 进球的机会 这球还没有结束 确实是有机会啊 但是对方也确实没给机会 真是啊 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他们今天的机会 一波连一波 完全没断过 防守似乎又空荡了 咱们最终认定 这是一个点球 红牌加点球啊 这球员今天太不走运了 这个点球没有出现什么波折 如果门将猜对了他的意图 这个中国低频球扑走起来 完全没有难度 可惜啊 门将猜错了方向 一分被改写成了 2比1 对方球员看起来很着急 拿不到球 根本阻不起来有效的进攻啊 该传中了 他们并不着急啊 慢慢组织攻势 但是对手没有犯错 拿到了球权 创造了一个反击的机会 一次绝佳机会 这球又进了 这是布克斯 他们本来还落后两球 但几乎是眨眼之间 他们又和对手 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 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 在这种距离攻门 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双方暂时打成2比2平 这下传球被挡下了 黎颖 现在拿球的是王珊珊 球进了 他们完成了历人难以至今的 今天大逆转 他们曾经大笔分落后 但现在他们重新将命运 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他们又丢球了 这么短的时间内 竟然被进两个球 看来好像还从上一个丢球中 没有醒过来 目前双方的比分是3比2 洛伊布尔茨 直C球传得漂亮 后卫拦截了这次传中 球打在房子队员身上 发生了一个变现 裁判给了角球 下半场比分还是落后 教练坐不住了 做出坏人决定了 扶出了对手的一个投球 这应该只是他的常规操作 就被碰出了底线 还是一个角球 这球直接顶给了门将 你看看 这门将几乎没有动 把球就收了 对 球权一主漏 拿去的位置不错 球已经传过来了 这球主裁判判罚了 故意收球 很明显他有一个抬手的动作 场边已经在准备换人了 方式队员尝试将球解围出去 可是没有成功 确实是有机会啊 但是对方也确实没给机会 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杀死比赛的机会啊 好样的 这个进球提前终结了比赛的悬念 他在门前把握住了机会 正脚背啊 把球送进了球门 面对这么近距离的好机会 他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呢 双方目前战成了4比2 漂亮 他们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吗 方式队员先把球解围出去 但处理的不太理想啊 对手还有机会 防线成功解除了这次危机 王珊珊 机会不错 机中力度了 不过球还在场内 就看他怎么处理了 好的 在这个地方完成了一次 关键的抢断 不错的防守在进区边缘 挡住了大门 斯文亚胡特 裁判示意补失两分钟 比赛还没结束 洛伊布尔茨 好 好